保姆虐待孩童事件频频发生 一名四岁怀疑男童怀疑是遭保姆虐待 男童从原本长得肉肉的 现在变得一身皮包骨 孩子不但脸上布满伤痕 背部和臀部也全是新旧伤痕交错 而且带有血迹 更荒谬的是 保姆被男童母亲责问时 竟推指是恶爷伯 也就是俗称的黑无常 接着上身的鸡筒 透过鞭打来管教男童 男童母亲刘慧莹 昨天把儿子受伤的视频 上载面子书公租于世 受害男童是由保姆长时间照顾 但母亲早前要求接返孩子后 保姆总是诸多借口推膛 最终母亲以孩子婆婆病重为由 才把儿子接回来 这时候她才发现儿子遍体鳞伤 于是马上报警 当母亲质问保姆时 保姆竟然说男童脸上的伤痕是跌倒造成 而身上的伤痕则是被俄伯也上身的鸡筒鞭打而成 让人气炸 她指保姆目前怀有身孕 而且与前夫也育有一名孩子 不理解为何同为人母者会下如此重手 太平警区主任马兹兰今天下午证实 这名华裔保姆已经在昨天 在2001年儿童法令下被控 一辆载肥料的罗里 将肥料载往国园的时候 不知何故罗里撞进数十尺身的盒中 一名56岁的华裔司机竟在河中溺壁 死者来自淡马鲁 在附近担任榴莲园管工 经常载肥料到榴莲园 这起意外是于今天早上八点多 在文东地理望东龙路的八场山路 离开地理望新春一英里多发生 消防员和警员赶到后 将吊在河中的罗里移开 直到中午才成功将死者的遗体移出 一名22岁的罗里司机泽菲迪 在一天内在同样的地点 看到两次老虎 吓坏了他和跟车员 这名罗里司机在昨天早上 与跟车员在化妄生日里主要公路 看到一只老虎出没 没想到下午再次在路上看到老虎出没 于是他拍下视频 再分享到WhatsApp群主 吉兰丹野生动物保护 及国家公园局表示 已接获投报 并已经派员前往进行调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